那么事发的北京交通大学实验室的实验对象 垃圾腎氯液到底是什么 是否和这一次爆炸存在关联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个垃圾腎氯液简单的来说就是垃圾当中的脏水 在垃圾填埋的过程中以及填埋完成后 会产生垃圾腎氯液 其来源主要是垃圾自身的含水和大气降水降血等等 由于垃圾的成分十分的复杂 垃圾腎氯液的污染物含量很高 而且往往含有生物毒性 据测算 一吨腎氯液大约相当于100吨的城市污水所含的污染物的浓度 在垃圾处理行业工作的专家表示 腎氯液因为比较臭 所以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在输送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在实验室研究的时候 都必须也一定要在封闭性比较好的环境下才能够完成 假如这个环境的通风唤气不畅 频次不高 就比较容易造成短时间内可燃气体的快速堆积 浓度达到危险的界限 这个时候只要有一点点火星 就有可能造成燃爆的事故